两份资料也确实是他想要找灰狼要的东西 不过,穆飞驰拿过来的应该算是更机密的资料 比起他从灰狼送过来的一堆情报里 挑选出适合给他们挖坑的资料 穆飞驰直接替他选好了 这根本就是,他要杀人 他毫不犹豫地就给他递刀 仔细查看了一番里边的详细资料 芸汐抬起头,看向船边好整以暇地盯着自己看的男人 美好气地踢了他一脚 哎,你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些东西啊 他送来得很及时,几乎是他刚起了要坑人的心思 他就把刀子递过来了 简直就是心有灵犀 身为一个合格的男人 自然懂得自己的女人需要什么 原本是很正经的话题 可到了穆飞驰这里 一切都会变得不正经 宝宝 要是还想要别的东西 我也可以给你 毛髓自见 别的可以有 你 芸汐从文件中抬起头 淡淡地腻了他一眼 很不客气地捕刀破冷水 就算了 什么叫我就算了 老子这么可口 再可口都没用 现在没心思吃你 他抬手翻到刚刚浏览过的文件上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不是牧师集团在负责吗 穆飞驰看了眼 点点头 嗯 你不是要坑韩式集团吗 这个项目 韩式一直想要仓火进来 牧师垄断了这个市场 他们想分一杯羹 哪有那么容易 所以 我要坑人 你就把这么大的项目拿出来 给人挖坑啊 少帅 这可是上百亿的项目 那又如何 千金难买 宝贝你高兴 哼 你个昏君 不昏 宝贝的手腕使得好 这个项目 牧师一样稳赚不赔 不过是让韩式差点甜头罢了 再说了 有白凡在 你还担心他会被人坑 哼 他不坑得别人倾家荡产就不错了 你还真是 他都这么说了 他还能说什么 他信任他 所以这上百亿的项目 都能拿出来给他练手 如果不是有上一世的经验积累 他根本不敢打这样的主意 真要是玩输了 他就是脱光了卖给沐飞驰 也赔不起啊 拧着眉 芸汐盘算了片刻 想到乔西敏和韩耀天 心里约摸有了主意 看来沐飞驰送这个项目的资料过来 早就洞悉了他心中的盘算了 他要给韩耀天和乔西敏挖坑 这个项目再合适不过了 这是矿商新能源开发的项目 这个项目在京都 可以说是被沐家垄断了 不仅是因为 牧师在京都的根基 也是因为这其中牵扯到了政府工程 牧家在这方面的人脉积累 远比其他家族要深厚得多 甚至可以说 那些高层更放心把这样的大项目 交给牧师来做 不用担心出现不可预料 甚至和外国企业勾连的局面 这就是百年大家族的底蕴和手腕 根基在那儿 并非普通人能够动摇 跨商资源是最赚钱的 几乎可以说是 看不见的财富堆积在那里 京都不少企业的人 都想分一杯羹 奈何这方面的资料 被死死地赚在三大民门手里 他们直接对国家高层负责 普通豪门 根本没有机位插足 寒家野心勃勃 打这方面的主意已经很久了 借缝插针的 都想要从边缘的小项目下手 甚至还高薪地聘请了不少 这方面的专家 研究矿商开采的各种设备 就想在这方面 能让寒家也插一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